李小竹抬头看他一眼 见他眼眸里很冷静 那样子就像是在跟他 讨论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便偏了头仔细想了想 道 既要跟他相处下去 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关系不睦总是不好 那么只能我主动一些 对他示好 求得他的谅解了 示好不容易啊 对于一些人 你即便是跪在他的面前求他 也不一定能得到他的好感 反而会被他所比喻 而且接受了你的示好 就意味着他背叛了 他原来所交好的那一边 要让他背弃对方 而跟你交好很难 袁天野身体朝椅子上一靠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伸出手揉了揉美心 林小竹心念一动 看向袁天野 袁天野这话应该亦有所指 他应该是在外面 遇到什么难题了吧 行了 没事 我也就随便说说 老王那里不会再为难你了 放心 袁天野站了起来 摆了摆手 示意林小竹可以走了 昨晚虽然皇帝的病情转危为安 但最多也只能拖两三个月 而那位中将军迟迟没有办法争取过来 他这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 心里烦闷 不知怎的便想找林小竹聊一聊 等一会儿还得召集人来议事 小竹告退 林小竹端起了托盘 很有颜色地告辞离去 可他走了几步 到门口的时候便缓缓停住了脚步 转过身来 看着袁天野 到 公子不必为小竹担忧 小竹认为 只要是人 他都会有弱点和喜好 寻找他的弱点 打探他的喜好 从弱点入手 投起所好 慢慢渗透 就能改变他的看法 比如王师傅 他如果聚内 我便却取得他妻子的喜爱 他如果喜欢研究厨艺 那么我可以漏几手除火 给他瞧瞧 他喜欢喝酒 那么我便偷周云去买些酒 再跟他喝上几杯 除此之外 再在他与厅女之间 制造些矛盾 分化敌人的阵营 一边取暖融化 一边增含助兵 双管齐下 时间一久 没有不见效果的 说完屈膝行了个礼 转身出了门 袁天也听了他这番话 眉头皱得更紧 盯着眼前的地面 泥神苦思 嘴里还喃喃道 从弱点入手 投起所好 制造矛盾 分化敌人的阵营 一边取暖融化 一边增含助兵 忽然 他眼眸骤然一亮 喊道 袁九 屋里飘落下一个人 师里道 属下在 赶紧召集园城几人 老地方 一室 袁天也道 是 袁石应了一声 眨眼之间 又不见了踪影 袁天也端起桌上 放凉的茶水喝了几口 出了院子 进了书房 不一会儿 也在书房里 失去了踪影 晚饭的时候 林小卒发现 袁天也的心情 似乎很好 原来 梅雨之间的一点 愁绪 此时也没了 跟他说话的时候 还时不时地 哈哈大笑几声 便知道情况 有了进展 他也是很高兴 作为袁天也 为了谋求大事 而在山庄 被他培养过的人 他知道 在他大事未成之前 是很难获得自由身的 毕竟自己也算的 在他身边待过 见过他的真容 和乔装打扮后的 两个身份 这秘密掌握的越多 想要离开他就越难 除非他大事所成 所以他是真心地希望 袁天也的事情 能够顺利进行 而以他的直觉 袁天也既然把他带到京城 就意味着他以后 在京城待的时间会很长 那么 就意味着他谋求的大事 已迫在眉睫 他不得不在京城里 亲自坐镇了 不管失败还是成功 结果应该很快 就能见分晓 公子 小竹能求您一件事吗 趁着袁天也高兴 林小竹赶紧提要求 你说 袁天也放下茶杯 看着林小竹 我能出去逛逛街吗 先提难一点的要求 不行 袁天也一口回绝 为啥 我长这么大 都没有见过那么多的人 那么热闹的街呢 挨宾战术 袁天也看见林小竹 垂着头 用手指用力地搅着裙脚 一副可怜而委屈的模样 沉默了一下 到 外面不但人多 路也多 你要迷路了怎么办 过几天等我有空 再带你出去吧 你带着出去 那还有什么意思 林小竹赋飞 抬起头瞄了袁天也一眼 又垂下眼眸 我可以跟周云一起去 不会迷路的 你跟周云很熟 袁天也坐直了身体 除了您跟袁石大哥 其他人我都不说 林小竹赶紧道 他发现这位主子 还有当醋哥的前置 只是张管家说过 周云管这财买 每天都要上街买菜的 我只跟着他去 再跟着他回 保证不乱跑 不行 袁天也一副 没得商量的口气 然后瞅瞅林小竹 看他的嘴嘟着 气鼓鼓的样子 道 说了过几天 我有空了就带你去 到时候你喜欢什么 我给你买 那好吧 林小竹第一目的达到 满心的欢喜 接着又得寸进尺 既然不让出门 在家里闷得很 公子 我能不能到您的书房 借几本书看看 袁天也的书房里 有机关暗道 平时都用暗卫把守 不许下人接近的 此时哪里肯答应林小竹 道 你想看什么方面的书 我找给你吧 历史 邮寄之类的都行 第二目的也达到了 林小竹的心里喜滋滋的 这人呀被压迫奴役久了 就容易满足 他的心里揶揄自己 接下来的几天 听雨和老王等人 灌在房里养伤 没有人再来找事 林小竹有了书看 又托周云买了文房四宝来 再适应了这份闲适的生活 每天只在小厨房 与小跨院之间穿梭 日子过得十分的惬意 这一天 他正在房间里默写 老爷子给他传下来的菜谱时 门外传来了原始的声音 林小竹 公子找你 来了 林小竹赶紧吹燃了火石 把墨汁都未干的菜谱给烧掉 开门走了出去 心里郁闷着 这几天原天也忙得 神龙剑手不见尾的 而且有什么事 也会派扫雪和石阳来换他 这会儿他怎么有空 还让原始来叫他呢 原始大哥 公子换我有什么事 原始一脸的严肃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带着林小竹直奔原天也的书房 原天也的书房 位于他正院的东跨院里 这东跨院是林小竹第一次来 只见这院子种着一棵高大的榕树 一幢青砖带瓦的两层小楼 若隐若陷在茂林修竹之中 小楼不远处是一汪水塘 连夜繁花铺满了大半个池塘 趁着乱世堆砌的春丝水岸 一柔一缸 一娇嫩一沧桑 犹如美人配英雄 给人一种异常和谐的美 林小竹看着这清幽宁静的地方 原本因种种猜测 而有些凌乱的心 此时也静了下来 一架 一架